星期三晚 十一時半 又見到Edward 無謀齋 為什麼呢? 一個最新鮮的本土議題 又彈出來 不訪問你不行 這宗還不算本土議題嗎? 已經被捕了 梁遊梁威仁今早7時 被人去他的家 通常都是凌晨去特集 睡衣都未換你 但你可不可以簡介 發生甚麼事? 免得有些觀眾就失去這宗事 沒有,就是 由於他們 早前 在立法會那裡 因為被 立法會主席拒絕他的宣誓 於是就決定重新 走到立法會宣誓 但進入立法會議會途中 就被立法會主席宣布 趕他們離開 於是他們 他們繼續不理會 阻擋地衝進去 那次警衛也出埋 毛衣衣抱著他進去 派一些保安 然後在推撞之中 有人受傷 三圍又是三個保安 保安聲稱受傷 然後衝進去 但是梁君彥就說 我調房子做 不在那裡做 然後秘書處就報警 於是事件就演變成 今時今日的樣子 嗯嗯嗯嗯 那就是說 所謂落差處 今天都不是打他 不是過夜那隻 都不是他 都要保釋 正常保釋 這不是什麼嚴重罪行 三千問而已 正常保釋 起碼落差處 大家會不會有意外 其實都 我想都有些少 因為事關他們 其實已經被人DQ了 那官司雖然就未完 但是去到終審的時候 是中院 那 那 但美國中院的 沒有 沒有 但是大家都不是太看好這件事情 但是就現在 現在 即是忽然間 DOJ那些又加碼 那樣 那可能大家心想 就應該要處死他們 那樣子 整件事給我的感覺 是追殺 因為過癮在幾件事 是連續發生 大家很難不聯想 有關 因為其中一件事 就是林鄭上台說 什麼和解 其中一個議題很過癮 是重開公民廣場 因為重開公民廣場的話 接下來另一件事有人吵 就是立法會保安問題 是 一講立法會保安問題 跟著第二件事 居然被人特襲 就抓 被人下查詞 所以 變得很難叫人 不聯想在一起 是啊 其中一個說法 我也聽到老人家說的 老人家 很老人家 又說一個很過癮的概念 是有人想 故意製造麻煩 給林鄭去拆炸彈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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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人 由誰人 算不算人 我不敢說 總之有人 所以發覺是連續發生的話 主題很 consistent 就是說 要矛盾越大越好 其實有些人當選了之後 林鄭當選了之後 立即做事 去搞這麼多人 是幾件事在一起 三分四切去做很多 林鄭一說 就取消TSA 接著又不可以取消TSA 下一屆 很多事情是頂到行 這件事 我就不知道 有些老人家肯跟我說 反正有人刻意製造麻煩 但是 就以事論事來說 這班所謂的拘捕事件 你可以死定 你會怎樣判斷 其實有些是假矛盾 例如說 取消TSA 這件事 林鄭月娥的說法 一直都只不過是 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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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 另外一方面 據我所知 可能內幕比較少的東西 其實根本上 他們內部是有recruitment 為了應付TSA的未來發展 即是繼續推進 是的 2月左右 已經有recruitment 然後一直做下去 你既然有recruitment 你肯定是過林鄭的時間 林鄭月娥的時間 都會做 即是在過度到7月1日 她上任都要繼續去 你有recruitment 有training 你不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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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即是說你的政策是合理的 你不會招令直改 今天我A做 然後下台之後B做 這個詢問就大了 因為你未見過 並不表示有些人不會這樣做 但如果你再這樣做 你會很麻煩 你需要知道 林鄭月娥已經被人說 大家跟同事關係已經不好 上行下不效 即是上行下不效 如果你再搞這些事情 然後到未來教育局 然後你忽然真的殺停TSA 然後你那些人馬上不能招聚的時候 那你下面那些又怨聲載道 你搞這麼多事情又有一個狀況 所以為何有些老人家說 就有人刻意製造矛盾 他要搞到你騎虎難下 應該就是說 他製造了一個所謂交接的責任給你 你不接的話 你就出事了 但本來交接是要雙方去討論 應該是有一個協商局 現在不是說我做了一些事 你要硬接的 通常那個所謂看守政府 政府已經選好了之後 那個選舉習慣就是 看守政府是不會開新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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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他後面是暗添很多事情都在做 因為他那些不涉及到 不涉及到最高的決策 他下面是行政的位置 行政位置就是看你誰做局長 有人說管不到局長 很過癮的 到時就有看怎樣 拭目以待 但這些都是小事 扯得太遠 反過頭就說 你說埋炸彈這件事 我又未必很同意 因為始終就是 當林鄭月娥當選之後 第二天就先見到梁振英 嗯嗯嗯 照理應該不會不談 當然談就不只是那個時候 但出來的時候 梁振英那一天就面有得色 然後林鄭月娥當選擇 然後林鄭月娥當選擇 即是不是槍槍槍 是的 然後林鄭月娥又北上 即是上去見京官的時候 然後梁振英就一直在搶 在搶風頭 即是林鄭月娥宣布這些老老 張德光說是很看好你 然後習近平說很信任你的時候 梁振英又在講自己的政績 即是在搶風 即是突然間就說辣椒 那個印花稅加到14%一落 那他已經坐正了這些大灣區工作小組 那倒不是他那時候已經做了政協 他就是做了政協 他當然有氣染 要出來擺一下管位才行 那他都幾反傳統 如果作為一個看守政府 他從來都是反傳統的 他都不是看守政府 你只想想大灣區那個 所謂的決策範圍 說得難聽些 你迫香港就犯去融入 即是他又是坐高利一線 他指林鄭月娥做事 他一向五年來都是指林鄭月娥做事 林鄭月娥都是要貫徹梁振英的路線 他當然是覺得 你是我的男人 我交給你做 即是會很過癮這個情況 交接會發生什麼事 問題未交接以前 到底這宗拘捕事件 你是不是另一個製造炸彈 還是華子真是純粹追殺 什麼判斷 其實 從檢控來看 為什麼 明明有些比較輕微 和比較貼切的罪 可以考慮 例如說 香港法例382章 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 故意針對立法會 第十七條已經是藐視罪 十七條C就說到任何人 在立法會任何會議的時候 引起騷亂 令到立法會或委員會的會議程序 中斷 中斷或干擾 犯罪 然後罰一萬元 和坐一年監 或者十九條 干預議員 立法會人員 或證人 B條就說 襲擊、干預、騷擾、抗拒 或者妨礙任何政策 執行職集的立法會人員 可能包括保安在內 已經是一萬元和十二個月 最後就是二十條 進入或者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的人的罪行 這裏就說明特別一點 因為之前十七和十九條 就說明任何人都是 但是二十條 比較有趣 除了議員和立法會人員之外 凡任何人 違反議事規則或決議 進入或者企投進入 會議廳範圍 又或者是B 違反立法會主席的行政指令 而去嘗試進入會議廳範圍 就可以罰二千元和監禁三個月 相對的全部都是低的 但是我想問 你說二十條就說明是立法會人員以外的人 所以七和十九條 其實技術上可以包括立法會議員 但是現在問題就要說回 究竟梁柔那一天 上年十一月二日進入那天 他們被人當作是甚麼身份 這個就是相當之 這就是最重要的 我們如果去打官司 就會是說這個點 即是他們那一刻 他們是甚麼身份 他們的身份去到甚麼程度 你是一個 即是一個 所謂的 當選議員 但還未宣誓 但還未就職的議員 那他的權力又去到哪裏 對不對 這個就是相當之尷尬的位置 即是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那個告是寫而取難的話 其實我相信 即是律政司是有一個考慮在這裏 尤其是他們是 即是身份就是甚麼選擇 你說 有頗多的法律爭議 尤其是 究竟我處理就是說 他究竟是 在任議員 是一個未宣誓 未成為正式議員 即是後任議員 或是一個普通人的身份 那這個 肯定不是普通人 他不會是普通人 這個不會是普通人 因為法院在那天 當一天 十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還未DQ他的時候嗎 是法院當日 立法會主席申請 就說 要禁止 即是臨時禁制令 就是禁止他們進入 這個立法會的範圍內 但是法院就不批准 是 他們走到立法會的時候 立法會的保安人員 仍然讓他們進入 立法會的範圍內 只不過是未入到議事廳 而議事廳 是立法會的主席 叫他們走 和命令保安擋住門口 也就是說 立法會主席 是沒有跟法院指示做事 是的 很奇怪 這件事 因為梁君彥之前 一直在說 我要跟法院的指令去做事 完全是依法辦事 非常安全 小心 但是在這件事 他又沒有跟法院指示 他又沒有再讓兩位候任的議員 進入去 然後進回正常的程序宣誓 他可以不監禁 因為 我想問一下 議事規則裡面 有沒有給梁君彥這個權力 就算他有權力不讓你進入去 他跟什麼理據 不讓他進入去 特別是 如果他是不遵從法院的指令 其實要 如果按照議事規則來說 或者是按照 講來講他都要講回議事規則 他的權限在議事規則裡面 在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八條三 其實他說明為了 為了維持會議廳的保安 抗保裡面的人舉止行為恰當 以及行政目的那些事情 主席是可以發出一些 他認為必要和適宜的行政指令 包括 就是不讓某些人進入這個會議廳 或者是 出去這個會議廳之旅 但包不包後任議員呢 是啊 他有寫著 是規限非議員 或者非立法會人員的人 非議員 那這個非議員 這件事就有得咬 因為法院沒有頒禁制令 是啊 所以究竟這是什麼身份 我相信去到法院的時候 可能就會變成一個爭拗點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不拿這些東西去告 他放棄這些爭拗 所以他就 用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東西 就叫做 什麼呢 我們叫做 交替控罪 哦 但是交替控罪 就相當奇怪 所以只要交替控罪本身就是 最多是兩條罪本身 有共通 是要互通才行 有共通點 還有一條輕一條重 那就用交替控罪 來告你 那就先用一條重的罪告你 如果那條陪審員 或者是法官 覺得不可以的話 那就用一條輕的那條 公安條例二百四十五章 第十八條非法集結 三個人或者三個人 對啦 我就不明白了 如何非法集結呢 即是非法集結 三個人或者三個人以上 是擾亂秩序 哇 這樣打一場牌 都可以非法集結 這又另一個灰色地帶 正如Edward所說 你是不能夠交替的 為什麼不能夠交替呢 有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元素 分開了這兩件事 就是他是 並非非議員 Logically speaking 他並非非議員 也就是說 如果他問一個律政司 強國元 而他的意見就是 你不適宜用這個所謂 權要得權法案裡面 的權限來告的話 照計你都不可能交替了 變成公安條例 那個所謂非法集結 是啊 他是非議員 他有個身份 他有趣在說 你非法集結本身就是 擾亂秩序 或者是令到 在場的第三者 覺得不安全 你才可以告 非法集結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非法的事本身 就是說 你沒有一個合法的理由去聚集 是啊 但這很重要 但是兩個是有民意授權 就算沒有 他的身份 就是說他是後任議員 你的權力是特權法案 保護議會那一刻 是保護那些議員的 是啊 但是沒有說清楚 你是後任議員 未宣誓任職 這個空檔 你怎麼處理 因為 這樣東西其實要理清楚 才可以去告這條例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你拿到法庭的裁決 跟著你出非法 你先搞清楚別人的身份 才可以用那個理據 另外還有一件事 應該解決不了 因為你那個行動 本身那個時間 那一點 你是不形成非法的 我不明白 韓國非法集結 老實說 他有什麼back date 因為當時你一個合法理由 相信你自己有權 是啊 等於說 你明明申請離婚 未離婚的 那你還是結了婚 有沒有搞錯 我告你非法禁錮 你明白嗎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 在普通法律裡面的基石 普通法律裡面的 就是你未被定罪之前 你都是innocent 都是無罪的 那當你未正式被人DQ的時候 你都還是後任議員 後任 他現在的身份 相對上 你是有後任議員的權利的 就算我不是可以投票 但我要進去我可以辦公的地方 我在議員上 可以繼續做我議員有的權力 是 所以這個很過癮的事情 阿瑪沒有說錯 假如他詢問過這個論證署之後 而選擇了不用 這個所謂立法會相關的權力固件法案 去入charge 的話 而選擇所謂on charge 就入公安條 非法集結 本身都不承認這個concept 我不明白為什麼 其實你就看到了 無所不容其極 所以為什麼說無所不容其極 所以阿瑪剛才說 會不會 不跟以前的關係 很明顯這件事已經不跟 你什麼時候見過益國佬這樣辦事 因為我自己看回法律條文 即法律條文這樣算 非法集結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無論你的集結是合法還是非法 無論你什麼地方 因為他的立法原意是沒有說明 是公眾地方 或是非公眾地方 他最大的問題是 只要你有三人或以上集結 而那件事 是會令到所謂的社會 即是擾亂社會秩序 或者是令到不安寧 而那個不安寧的情況 是令到在場 是有些人覺得 是 我生命手很威脅 那人家立法會 其實打打鬧鬧的都不知道他們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純粹是 不是計議會 而是計公眾地方 公眾地方是人來人往的 會有很多人人流複雜 但立法會不是叫公眾 公眾地方的重點 其實是看法 你這條法例是要有些第三者 覺得我生命受到威脅 但是你在立法會裏面 大家是 他是一個後任議員 你是一個保安 那你最多是跟隨主席的命令 主席的命令 亦都要看你立法會議員 即是後任議員 是否有權去走進去 以及你要根據法院的命令 去做這件事 對呀 他自己說一下 法院沒有說他們不能進去 那你怎會生命受到威脅 我又沒有拿槍去響你 我又沒有怎樣去做 我只是走進去 而你是阻止我走進去 其實先不要說我的身份 只是你是否所謂的 當你說收入受到威脅 你是否合情理上有這個恐懼呢 其實已經可以DQ了這次所謂的恐懼 為什麼就是 很明顯就是如果他問他任何法的專家 他都沒有辦法 或不敢 或不想 用你權利的權法案裏面 保護議會和議員的條例來進行 即是他就算現在跳出去 所謂交替控罪 用非法集結 更加無稽 還有他有23條 除了是18條非法集結 第二條是23條強行進入 即是你怎樣 他有權力進入 即是他用實際武力 恐嚇 或者破壞任何建築物 集合數 人數不尋常的人 衝入建築物所反罪 但是你已經進入了建築物 那我想問一下 是否要控告其他所謂的民主派 因為他們保住他們 圍著他們進入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包括你非法集結 包括你強行進入 都是有這個問題 即是說 因為非法集結 第三條是說 任何人如果參與第一條款 即是你整班傢伙的非法集結 都是重返 我都可以告你的 即是說 那天那些反對派議員都幾多 你想一下 剛剛提到沒有 先前那天 那個海口 毛衣都拍著 攬著 那個最過癮的 就是back to step 當初你會發覺 其實 立法會主也申請過別的東西 以及都爭論過別的東西 到底 你其他地方適用的刑法 是否同樣適用於立法會裏面 你有一個 distinction在這裏 因為立法會的議員裏面的議事規則 是保護你的立法會議員去參與會議的 所以怎樣會有權利和特權法案 去保護你的議員去履行你的議員貢責 其實是一種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另一件事是三權分立 所以為什麼 英國人都不敢做這件事 因為你說明是三權分立的話 你沒有理由行政去管立法 立法至上 立法自己的自治範圍裏 你知不知在英國 你在立法會講話 都不能被告誹謗 不能告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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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保護了 是優惠 是優惠 你講什麼都可以 但問題是 第一件事 他們只是Member Elast 第二 不是正式就任議員 第二就是 你權利及特權條例 不避免你犯了 譬如說Criminal Law 其實你是不能豁免的 最多豁免是言論 你不會被人告抓捕 但你如果譬如說 進去擲東西 又或者出去 爛著主席台 不讓主席說話 至於此類行為 其實也有機會 你犯了干預議會 其實用權利及特權法 來告 其實是可以告到的 這裏都要小心 就視乎你所謂的 segregation 在哪裏 你如果是有一個所謂 犯罪行為 Criminal Act 你好像有肉 擲鋪 不過現在是說 你議員進入議會 那我便想起 我便想起 當你說他強行進入議會 強行 一定是好像 有些人沒有了 有些人的首肯 或者Consent 你去進入 那當然是誰去說 他能否進入 是否梁君彥可以一除定陰 那到時 如果是審梁君彥 是否要出來說 你當時是怎樣想 梁君彥都升得 申請法庭禁制令 但法庭已經說了不允許 你又不跟法院命令 對呀 你不跟法院命令 那到時就是 法院這個行動 很明顯說了一件事給你聽 就是說 你不要期望法院會介入這件事 是 明白嗎 那法院根據什麽不介入呢 你直接想到 你以為法官不會看權利特權法案嗎 其實根本他已經用他的法律常識 說了判斷給你次 其實你是無權不讓他進來 就是你無權不讓他進來 你梁君彥怎樣說 怕他們 就算你梁君彥到時在法庭怎樣說 我怎樣 我怕他進來混亂 那其實是你害怕的 真的坦白說 因為其實然後發生了所有事情 之後他才報警 之後報警 所以就是說 其實看那些人 都很講究的 你夠膽死 你真的認為 就是 那個議員 後任議員 你都可以有權趕他走 用這條法例來 你已經用了 很明確不是 很明顯不是 那你認為移入一點的人會進去嗎 不會的 然後他的cross charge 又離航離攬 很難 很難 其實他認為移入 你會不會有任何法定判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看整件事 就是 你要看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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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要注意這些罪行的刑期 剛剛要說到就是說 可能權力及權條例那些 其實只不過是幾個月 以至最終都是一年的時間 但是 你不同的 如果你用到二四五張公幹條例的話 就是 很刑事化 整件事 你輕一點點 強行進入地算 他都會罰你五千元 還有坐兩年牢 兩年 刑期很重要 要罰他事件問題 然後你非法集結 不算你錢 如果你簡易程序的話 你也是要三年 然後你公數的話 最多五年 其實是用這個刑期的刑期 就是用這個刑期的刑期 就是用這個刑期的刑期 所以擺明這個 這是一個政治恐嚇來的 嚇你 那你可以嚇誰 你已經釘到DQ了 其實你已經在DQ緊的 他都在閹閹一息的時候 講盡殺絕 你踩到兩腳 死了兩前寵 都是那兩個 你沒有分別的 你先嚇誰 嚇到當日 抱著他進去會議室的毛依依 咦 你唯一是這麼說的 還有你 你重返 你 他是議員 你有點重返 還有你二十九號 那天二十六號 二十六號那天 其實是 除了民主黨黃碧雲開記者會的時候 割席 說我們民主黨所有的成員 七位議員 完全是沒有參與這個 互送的行動之外 其他公民黨 人民力量 甚至是社民連 還有一群自決派 都有份去互送 當然 那當然 這個控罪也是反手 是掌賞民主黨 林卓廷今天就是說 是欣賜 其他人會被拘捕 你又不會 你又要割席 林卓廷有一個很好的結束 他就告訴你 就是說我們支持和平理性的抗爭 我們不做這些事情 我們很乖的 我們相信法院會給一個公正的判決 我覺得他們很瘋 人性大暴露 沒有看這些事情 特別是上星期那一集 開始已經說 什麼大禍解決 其實都不止我們 對這件事很反感 對這群民主派 即是說真的 都不斷說了 有時 就有一次賣掉他們的盟友 那天已經是賣掉盟友 然後今天又再賣掉市 很多陰謀裡滿天飛 是不是已經詢問過民主黨 才下查處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全部都被DQ了 就是你 因為你割席 OK 不關你的事 你自然成為非建制派 你是不是第一大黨 哈哈 其他人都被DQ了 是啊 非建制派一黨專政 這就是哭出來的 假設建制派 那你要想一下 你大和解這件事 怎麼不說 你現在又善打一旺 而最大問題就是 其他黨都有機會告的話 一來就是寒蟬效應 大家可能不敢再在議會內 有些比較激烈的抗爭 包括你可能扔東西 不會敢 有些走出 走出的位置 然後阻止主席台 都可能不敢 任何阻止議會運作的事 除了拉布以外 任何事 譬如你拿一支滅火筒 四圍噴的動作 都可能 但你能看得到 是越來越差的 由以前 不兩聲 不兩聲 勁勁人家走 不讓人說話 到去年 到梁君彥做過的事 都是被人感覺 他是想走這個方向 你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而且最大問題就是 當 剛提到 早年提到 如果你把議會內的自治權 交給行政機關 去處理 警察可以管理 警察可以管理 這樣就會 House of cards 的情況 就是 當日會 要通過一條標 那Underwood 就想不想不行 啊 究竟有什麼方法呢 於是 警察 逐個逐個逐個 在議員的房間裡 把所有人都抓出來 然後把所有人都踏出來 然後把他們都踏出來 去回房間裡 開會 全部都過了標 總之 你一起來就行了 現在 反其道而行 如果我不喜歡你 我要趕你出去的 如果保安請你不動的話 我就要報警 那我怎麼辦 好莫須有 你又想走回去 我請了別人 請了別人叫你走 可能你到那一刻都沒有犯法 到你不肯走 那一刻 你已經犯法 我就可以整條罪給你 給你彈一下 可以製造條罪給你 Back to basic 英國人是有很多灰色地帶 但是最簡單 人家有一個法理基礎 叫做三權分立 也就是立法議會裡面的事 基本上行政部門不可能去管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看到三色臺 訪問這個湯家驊的時候 湯家驊都說 這件事真的很匪夷所思 香港史無前例地發生這些 雖然是未選擇 他選擇 但他未宣誓 未宣誓 但竟然是報警說 他非法集結和闖入這個地方 明明他已經進去會場 就是要報警 有幾層問題 整件事很腐化 就是這件事應該是立法會自己內無事 你要清理門戶 你用自己的門規去做 但問題就是 你叫法院去看 法院去跟你說 我看你自己的門規 以我的專業眼光 我不會介入 我不會介入 但我都告訴你 我看到的東西 我都是覺得你沒有理據 用這條例去清理門戶 那你清理門戶不到 你就打到外援 叫人去進入另一條罪 從你的門戶裏拉出來 就說這些不關我的事 你抓他去坐牢 但不是我內無事 整件事很噁心 你看看現在這個細度 就是說 香港現在是近期的政治問題 全部交給法院解決 法院都很窩心 你議員不喜歡 即是DQ 甚至是你選之前那些 已經DQ了你的 那些 又是去法院申請選舉程程 如果沒有記錯 先前的人強調 香港法治之區的時候 不要叫法院去受到政治影響 那這些算是甚麼 林卓廷剛剛都說完 香港是法治之刀 非常建制 以法治國的那種 以法治之刀 真的很嚴重 中國式的三權合作 這不是英國式的三權分立 說真的 在這個分組點配的制度之下 立法會已經覺得 被人感覺好像橡皮圖章 你越來越搞到這樣 真是沒有希望 這樣下去 是很難不看 總之就是沒有希望 很難不看 你的政治能量 就會虛耗在這些 大家在人人自危 有些就在打官司 你不要說大型抗爭已經不說了 你就在這些細碎的事情上面 在浪費時間 但你在議會裏面 其實有些還在拉布 或者有些議題在做的時候 例如剛剛說的迪士尼 那些 之類的東西 就已經令大家無從著力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就是重殺傷力比拉布更大 對的 閒地就已經過了這些事情 大家就 都不是過不過了這些事情 你的殺傷力比拉布更大 因為你的議會 function不到 是啊 你的議會 function不到 很簡單 如果又要推翻你 那我不是又有報警 拘捕他去投票的議員 算了 那令我想起 梁君彥在林鄭月娥選到之前 說希望新的行政長官可以改善行政院立法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立法的關係 已經被梁君彥自己有份參與 去癱瘓了整個法院的操作 即是議會操作 即是比以前說他是橡皮道章 說比他更加低腳鴨 現在簡直是 function不到 然後你是不是 即是比行政主導更加大的權力去做他所有的事情 然後你踢完你不喜歡的人去走 我真的很難去形容這件事情 這麼荒謬 那我看看這個 林鄭如何處理行政立法關係 但始終都是說她的陰謀論 都要陰謀未解 那到底林鄭是否有參與呢 即是進入她這件事呢 之後是否算是這些炸彈埋下要她拆呢 這個就有時間玩了 所以起碼就是 內容分享給Edward今天說得非常清楚 還有大家明白了 其實牽涉了 依然是回到三權分立的 是 好了 第二個話題 這裏大家消化先 第二個話題 就講過癮的東西 你先講哪一件事呢 共享經濟 不如說共享經濟 先講國際上的東西 講香港本土的東西 即是所謂法治受影響的 至於此 其實最近也有個鬼佬在這裏 說他不相信這個地方是香港 原因就是他做了共享單車的計劃 但看到那些單車是摺二連三 被連環殺手 扔到城門河的 於是這個鬼佬說 我也不覺得這個是香港 那你怎麼看呢 新世代 你是喜歡共享的嗎 我不是這樣喜歡共享 不是這樣喜歡共享 OK 沒問題 女朋友沒有辦法計算 你的故事 只是單車而已 這個可能要看回他做這件事的背景 他說他相信香港能夠實現到他的理想 就是把單車都放在那裏 例如台灣的U-Bike 無論是台北也好 台南也好 我最近去到台南也會有綠色的U-Bike 其實就是用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 你在街邊 全部都在街邊 然後你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借到單車 其實外國很多 法國英國全部都有 其實普遍都是 因為去年我去奧地利 即是他這個地鐵站口 就有共享 當然 公用單車 基本上你可以用手機 有其他 或者類似他們那張 地鐵車 其實這些都可以 很多時候是訂閱了 由你由一個一個站 到你下一站 你會計時有一些 因為它周街都有這些EEP 所有舊的 공iem 你在地鐵站踩單車回到公司,樓下才會放下 至於你下班是否用回到單車就不要緊 不要緊,但你一定要放下那個東西,鎖住了,才會記錄到時間 其實我打斷一下,你說對香港,這個是不是香港 我覺得其實他是不是有少許天真,我覺得這個絕對是香港 沒錯,這個好問題 我覺得你是不是對香港的認識有點偏差 不是偏差,我覺得時間是否有點差,遲了少了 十多年前,可能也不是這樣差,但現在是2017年 但也不是,以前也有差,趕著你不讓你爭生意,也有差 但我不知道他被人扔是因為有些人爭生意,還是有些人沒有攻擊三 有個單車當主滲過,就沒有說是他動手 所以我們不要跟別人 就是因為他滲就滲什麼,好過人的,這個踩界是什麼呢 所以就是說不是共享不共享的問題 外國推行這些所謂社區或者公共單車才算 他是專用排位的,你不算是公共排位,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人都可以拍的,是那輛車要鎖下去的 所以那輛車的那個站是專門設計給那些人一起運 是啊,巴黎周圍也是 就不是說隨便有一個公共單車位給你隨便拍的 不是那個人來的 但香港是沒有這件事的 所以那個窄界的地方和什麼家科呢 那個單車當作是盛的就是,你用了一個免費的公共單車位 他可以拍一些盈利的單車 所以他認為這傢伙本身都是犯法 他只是剩下這件事 有沒有人建議用來 就把這些非公共的單車移離了公共單車位 扔到城門,或者是沒有人知道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不是很清楚他有沒有 所謂的免費或者公共的空間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給租金,可能應該沒有 如果你沒有給租金的話,就一個問題 即是你只不過是省了租金 然後你是從事盈利的行為 那這件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共享呢 你只不過是由一個agent 即是由不同的agent 譬如你租單車的agent 你變成是另一個agent 然後你還用共享經濟這件事去包裝這件事 他交了一件事,就是人家外國倫敦、巴黎 那些是某程度上是一個city council government 是會endorse你,是政府行為來的 就不是現在你私營這樣去做 所以你所說的,他包裝是交了整件事 第二就是人家是有一個專用的位置去處理 即是你有一個新的交通模式出現的時候 你有相應的基建模式的配套這件事 香港是沒有的 你只是沒有跟政府的部門協調 政府說不關其事 你的市場行為 但你市場行為 就不可以拿公共的地方去做自己的事 我想變成這個arguable 算不算用了公共的地方去做自己 你又不知道 因為你叫公共單車位 你和你拿正商業牌照做租單車 又是不是一模一樣 這個arguable 又要找法律專家互出聲說 這件事 因為Uber都被人打的 技術上可以打他 因為你說出租車輛盈利 就死了 那問題是 單車 如果是會員制 那你又算不算盈利呢? 但是你會員制 你本身已經不算是一個 即是你已經是由一個 一個mass的共享 變成一個 narrow的共享 即是你起碼限制了你的使用的人 以及你的圈子 那你還能否打到這個理念呢? 第二就是你 你本身有 即是你 你設計這件事的時候 它有很多漏洞 譬如說 它自己設計那個 即是它要裝APP 然後去什麼 要認回那個車邊 是的 它的APP 本身就因為有保安漏洞 而令到Credit Card的資料 竟然是可以外洩 然後被人騙到 喂 你又說什麼 信任香港 說得多好聽 但是你那些 你那些最 你那些 好像不信任 喂大哥 我信你不過 我的資料會被人外洩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它有沒有研究過Faceability 即是 譬如說 你租單車 那些U Bike 或者其他可以租用的單車 其實為了 如果避免被人偷竊 或者是把那些零件拆去賣 或者是 放到其他可以用的單車 通常都是一體成型 或者它那些 部件 是會自己砌 是不能陷入其他單車 但是它那些不是 即是標準單車 即是普通的單車 只不過是裝了一個識別標誌 所以整件事就是說 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有沒有好好研究 你說不信任香港 但是你 你有沒有真的好好研究過香港的市場 以及你自己在做這件事 你有沒有認真細心地去 砌好你整個package 更加不要再說 你有沒有跟政府去合作 跟公司的空間去處理這些問題 基本上是一個不成熟的商業模式 其實它根本沒有做好自己的due diligence 你連你去做 你那個環境 成熟的商業模式 是 那你其實可以賣concept 然後跟本地商家合作 大佬 但是你又要自己做 商家不會不合作 問題可能商家已經發覺 你沒有 即是在商業商當然知道什麼事 即是如果你拿一個proposal 過來給我 我都不一定給我錢 正如你所說 你有沒有保安漏洞 你那些單車 有沒有這個所謂防盜竊 防濫用的設計 你那個所謂的營運模式 那個合法性去到哪裏 是啊 這些全部都要 很簡單 如果我是商家 真的如果我是商家 我第一件事就確保你合法 起碼我不會被人過錢 是啊 那我沒有理由佔用你公共單車位 起碼我會跟政府說 我可以租單車位的 你明白嗎 政府不會租給你的 除非你講到政府這麼絕 連單車位都不租 另一件事 那別人的單車店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說 現在Edward真的沒有說錯 可能他在一個不成熟的商業模式 他可以跟商家合作 但如果我是商家 我看過這樣的模式 我都不會跟他合作 那他都可以寫了 Fism and Print Report 然後騙別人去投資一下 那要很騙的人才投資 我知眾籌都會有人上黨 我明白 騙完可以再騙 問題是這件事 什麼同類 這是一個好問 你的系統是建立為犧牲 那你被犧牲 你問我便好 如果你說共享模式 然後香港人能不能夠信任 這件事 令我想起 另一個比較遠一點的例子 就是 在社區裏面 放一個書櫃 然後租一些書 出去 有些小型的社區 不是社區的組織 只是一些有心人 去砌櫃 砌櫃 有四個輪 然後放了一大堆書 叫做飄書 然後可以給一些不同社區的人 有書看 看到一些書 然後拿起本來看 看完之後 自己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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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書本 雜誌都有 有些社區 例如在屋邨那些 都做到 但有一次 試過有一個組織 去了深水埗 然後他就在Facebook頁上貼 就說 整輛車不見了 深水埗街邊 你放一輛有輪胎的車 有鎖鎖住 但是不見了 所以就是講了一件事 究竟Honor System 在香港行不行 其實講過很多次 譬如說 我自己在法國 我搬回來兩年 我沒見過一間車 市場在香港是 self-checkout 但是外國你去美國 英國 澳洲 法國 很多都是 self-checkout 即是讓你自己 去完之後市場 買單結帳 但是你香港人 你信不信得過 開始有 開始有 不是全部 旁邊街 現在才開始有 那都很 得標字頭的 它有一個 它有一行鏡 它分前門和後門 後門的行鏡卡 是自助的 但是我不是全部 是自助的 那只要是否不自助 就走了 我不知道 你行不行 而且 又不敢說不行 即是 我上次去台灣旅行的時候 都見到 有這樣的店 原來的肚子 不同 不是 它是有閉路電視 然後又是你自己 入錢 然後就寫了價錢牌 在飲品櫃裡拿飲品 那 有些人 都會跟他整個櫃 有上個報紙 但是他就告訴你 我體諒你貧窮 你做一兩次這些事情 我們原諒你不報警 但是如果 你再來第三次去做的話 因為我們有CCTV 我們會報警 但是 這個也不重要 最糟糕就是 開了那間店之後 其實大家都只有看字 因為大家是不知道 做些什麼 不知道怎麼反應 而且 甚至 我知道這間店 是做些什麼 大家是不敢去做 大家好像是 嘖 到底是不是社會實驗 那又被人拍了照 很大件事 然後其實是否在電視台 去做故事的節目 就是大家是 對那個Trust System 那種陌生感 和那種敬而遠之 我是親身 其實在隔壁店裡吃飯 然後 觀察了一個多小時 就是發生這些事情 沒有人 每個人經過 不敢去幫忙 我想是那個 因為公共也是相對的 公共相對的 如果你說台灣 不是土壤問題 有一個很過癮的 心理的影響 什麼家科 有類似社區 書架 不過 是很清楚地定義的 它在高鐵 或者地鐵站裡面 因為 within boundary 就是鐵路範圍 那個設計就是 你可以在這個站 拿一本書 上車看 看完 你下車 離開那個站 離開那個站的時候 你放上書架 才再出閘 就是你是相對 define了 所謂公共的範圍 都是within 某一個segment 的公眾 不是說無邊無際 那一隻 所以如果說 剛剛Erik 說到 那個所謂 自助的商店的話 最大的 所謂 心理不確定性 就是打開門口之後 你就沒有boundary 其實是等於 是否就是 那一隻村人才 包含 我心理上很難 不知道怎麼認同 所以 變成就是 你在那個火車高鐵上面 那個社區書架 是沒有事的 但是你離開了 就可能有事了 這些人是不是不同了 不一定 就是你心理上 你可以說是社會實現 什麼都可以 心理上認定到 某一個所謂認同的範圍 但是你去到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就這樣放一個櫃子 然後叫你自己入錢 沒有人看著 你自己入錢 沒有閉路電視 就這樣買一份報紙 然後你入銀 然後拿一份報紙 其實大家都很自律 因為 他們已經習慣了 已經是他們的social norm 是 因為他們習慣了 不要說transaction 其實說的是機率 你當然會有些人 是不會honest的 但是他們整個社會大部分 都是honest的 差不多 習以為常 如果類似個個案 Edward沒有說錯 就是用個書報攤來看 其實如果你看回李光耀自傳 他有講過這個個案 就是他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他印象最深刻 什麼叫civility 什麼叫文明的程度 他就看你的小動作 他印象最深刻 就是exactly 就是剛才說的 那時候沒有什麼所謂科技 不科技 沒有這個 沒有嘟嘟機 是找錢的 是現今要找的 而當時的李光耀 就是留意到 在倫敦街邊 那些書報攤 即是當主不在 那些人是會自己拿報紙 自己拿雜誌 計算完錢 放下一個兜 如果不對 就自己找對 不會拿刀 沒錯 我還有見識到這些 你現在還見識到的 人家是習以為常的 所以說是那個心理距離的問題 什麼叫公眾 因為如果你說自律 英國佬那隻 因為他習慣了自律 即是你沒有人看 他當有人看一樣 即是對於他來說 那個行動範圍 只要在公眾地方 就真的是公眾範圍 我不是自英國佬 對日本製都可以 也是一樣 類似 這是一種民族性 日本的文化 即是不一樣 即是不一樣 即是你香港的文化 日本的文化 即是不只是 而是他另一種 就是知恥的文化 即是他如果譬如說 每個人都這樣做 我如果不是這樣做 我就會很欺負 即是街坊街 你看著你 即是在香港很多事情都很欺負 但香港人很喜歡欺負別人 他喜歡欺負別人 是呀 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 是呀 我不是這樣 這些都叫做潔癖 不是叫做燒火 兩樣東西 有潔癖的人 是永遠覺得別人不乾淨 不會覺得自己不乾淨 香港人很潔癖 政治有潔癖 什麼都潔癖 心理狀態 這一下 都在死了 所以變成說 你說英國佬也好 你說日本仔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就是說 人家的教育也好 文化也好 至少很過癮的事情 至少心理上 你會做到一個所謂的環境出來 即是你自己 日本仔也明明是變態 躲上去買內褲也有 問題在工作場合 他不會這樣做 那你之前 你前兩個星期 不是有一宗 又說有個生果檔 有事之後 不是那些人去 自己拿 然後那些人說 喂 人家的東西來的 不要啊 免得浪費 反正都是什麼 都沒有人理的 那人家是人家的東西 不是你的 但是香港 當那件事發生 不要說香港人 那一批 去拿別人生果 那些人 他們是可以合理化整件事 他們覺得心安 你都不要浪費 這個分別就是什麼呢 在外國人家就會覺得 Rules are meant to be obey 即是規例是給別人去服從的 但是可能香港有些人覺得 規例就是給你轉的 我不可以做完完壞事 如果是沒有後果的 就做吧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也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香港人會跟你說 我們這叫懂得轉彎 我們叫武實 這個我覺得香港很多人代價 我不是說是對 我現在在猜中 大家聽到的 都有點底線 因為這樣說 但是香港的社會 你有沒有底線 因為這樣說 香港可能是 譬如說 你如果真的說 香港有些民族性的話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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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貪小便宜 尤其是那種 很沒有後果 就是貪小便宜的做法 是啊 是啊 分中因小失大 那種 是相當之強烈的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說 不講立法會那些 那麼老遠的事情 就是說 就是說 如果 譬如說 買報紙送紙巾 那樣 那就照樣拿 他不會理你環不環保 他不會退回那包紙巾給你 大哥 即使我不要那包紙巾 我都會 馬上謠言之後 那個報紙巾 忽然間有人派紙巾 他就在那裏取報紙巾 就是說 喂 你怎麼沒有紙巾的 哈哈 那你那些 名牌的軟雪糕 賣一送一 那些人都會排隊 排隊 是啊 是 這一種 是香港的文化 小便宜 小便宜 有些小便宜 無雙大雅 就像我們星期六 那天說 你吃舖飛 香港的人都會覺得 吃到會本 抵不抵 所以他不覺得是方便不方便 抵不抵 是啊 就是另一個很不同的角度 去考慮這件事 所以公共性這件事 是不是社區共享 如果你沒有社區 如何是社區共享 你明白嗎 如果你沒有公民社會 沒有所謂norm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底線的 到底這件事 是不是你應該做 還是不應該做 沒有判斷能力 當然是沒有界線的 你在沒有界線的情況下 你便任意妄為 是任何標準 你說雙重標準 是呀 任簡單中 如果你沒有自我約束 自然就要社會 或者政府是約束你的 所以為甚麼 有些大明星 為中國人是要管 OK 那些大明星 某些大明星 和某些中國人 對 OK 我不是同意 只不過我講個標準 那問題有沒有香港民族性 這件事 糟糕 香港人有特性 我覺得有他們的特性 有好 又不好的 我們不要說不好的 也有好的 但是 在這件事上 我覺得香港是難的 所以反而 我覺得有一個 另一個 question mark 這件事 由社區共享單車 掉到城市 開始 引申到一個很過癮的 question mark 正如剛才Edward提出 這個很過癮的 terminology 叫做香港民族性 實際上我們認識清楚 香港人的意思 很過癮 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正如上次 都有人出來說 要凝聚香港人 要拿中間路線 胡蘇仔出來的時候 重新賦予定義 這件事 你發覺是很過癮的 但是 你要不要底線 又不知道 如果你說中間路線 等於不要底線 你會很害怕 那不是 但是那件事 事實證明了 起碼政治和人權上的底線 就是 底線不高 底線絕對未必是自由民主 問題這一個是 是機會主義下面的沒有底線 那這個 真是沒有底線 但是問題就是 機會主義本身有個危險 就是那條底線可以經常搬 只要那個機會 機會來的時候 合我現在這一刻的訴求 或者我 和你所說 和Eddie所說的 是短視的 那可能我下一個看到的利益 我覺得那個利益 這條底線 合乎我 會因小失大 是呀 這些是賭仔特性 但是這件事 你因小失大 你得到一個小的 都比沒有還好 但是 我們特首選舉證明了 某一些政治上的人 他是連小小的都得不到 連很卑微的 他都得不到 是啊 所以這件事 逢倒必輸 是的 的特性 是否等於香港人的特性 這個很鬼鬼鬼鬼 是啊 那據說 其實究竟 是否人做人 是否要有些原則呢 就是 這個好問題 就是 對於香港人 是否沒有原則呢 這個更加大問題 那這些大家想 那我可能 所以可能要想一下 各位法國人 真的要比較好認識的香港 而且這次 賠了少少錢 我想他覺得 不認識香港 就不止他 我們都不認識 有時候很老實 真的很過癮 所以這個敲問 另一個更加大的 question 就是 我剛才提到的 如果你沒有一個 所謂公民社會 沒有所謂社區 這個概念 你不可能 進而跳 step 說社區共享 你共享 當然不是社區 那是甚麼意思 你問有沒有社區 就回到剛才的問題 你如何定義一個社區 你是不是要叫香港民族 不一定 你不一定要一個香港民族 問題就是 你叫香港人 你全聚在那裏 你是香港人 理論上的社區 問題是 你是不是可以定義 認識到 這個社區裏面那些是甚麼人 沒有共通性 這也是很有趣的 你知道嗎 可能拆開一點點 但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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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對一些 屋邨的社區 我不會說有十分認識 十分大的認識 但是如果 你要我去 了解那個文化 我就會很想知道 裡面的人生活是怎樣 究竟他有甚麼社區配套設施 但是 香港現在有個現象 就是很多人 譬如說很喜歡去彩虹村拍照 因為現在好像很流行去 屋邨去打卡 懷舊 懷舊 但是那樣東西 那些人 又是很片面 那個文化就是 我去打卡 我去 彩虹村很漂亮 我去拍照很漂亮 但是問題就是 彩虹村是否只有 那些五十六色的建築物 究竟他的餡是怎樣 你們那些人 又會不會想去了解 除了大家之外 那香港人的文化 某程度上 我有時覺得就是 很表面 就是一窩一窩 這件事流行的 那我就去做 但你叫他深入去了解 去付出他的心血 去 去 study 那些事情 我覺得他們不覺得值得 還有你說到社區概念 最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說 你 可以形成一個 就是 一個社區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命運 甚至是再基本一點 利益的共同體 是啊 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有共同利益 你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取向 你要有一個 共同生活的居住環境 而入面所有東西 包括你一掃一目 其實大家都珍惜的 都是一個溝通 譬如所有居住環境 我認識這個人 我認識個人的店 大家都會 但是現在很老實講 你不要說 那些公共設施 譬如說 上滑梯 或者什麼 你沒有理會他的 那些工具 怎樣 你今時今日 可能在屋邨那裡 你甚至關門 打開門 然後你隔壁的姓什麼 你都未必知道 是啊 是沒有了那種 以前屋邨那種 街坊倫理 互相認識 如果隔壁的主婦走開了 隔壁的屋子可以幫她 看著小朋友的子女 那些 那些 即是沒有了那種 社區本身的守望相助精神 是啊 也沒有了社區關懷 那你更加就很難去建立到那種社區的連繫 就令到你去再關心 譬如說 你共同身處 在一個環境之下 你們的所有事情 Edward這個是有理論基礎的 不開玩笑 可能他們鬼妹仔 Jane Jacobs 誰 Jane Jacobs Life and Death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哦 我聽過你的 就是說 其實社區的概念 基本上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 有機的 它自己會形成這件事 就是說 Jane Jacobs在美國 就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剛才Edward說的 等於香港以前的九屋邨一樣 是啊 是公開的 open street來的 問題可能是咖啡檔 那個是懂得附近菜檔 那個是懂得這個 於是乎別人 喂我走開 你幫我看著鑰匙 你不擔心會被人偷東西 又或者我的小朋友 我沒有時間看一看 我去拿貨 就是這種社區互動 那個互信 是organic的 但是什麼情況都是受破壞 這個就是精彩 但是 我又馬上想 怎樣受破壞的呢 是政府大頭破壞 就是說 當政府規劃 社區的生態的時候 它不理 它就例如 你那個 高速公路是否可以拉得直 它是一條街產平的 又或者都跟香港現在一樣 所謂發展主義 是 就是我要重新建設高樓大廈 行人天橋 問題是 這些建築本身呢 是令到你的社區沒有了交流的 還有 很過癮的 拆掉你的社區 如果再是一個小一點的level 你infrastructure 還有 譬如說 以前的一個屋邨的街市 當你被令展或者令會 takeover了之後 又沒有了 現在你講天馬園 就講天馬園 現在要自己去淋 對 或者你以前 我們小時候會聽到 這個芥蘭牆 那個菠菜蓮 就是那個街坊的一種 街坊的概念 對 就算外國也有這個問題 除了美國 譬如說 歐洲意大利 那些叫做 alimentary store 一個就是買 賣芝士 啊 腸仔 每一個各樣的雜貨店 就會有街坊 和那個店主的關係 但難道現在和 我和七合市場 很熟嗎 下個禮拜可能調了半門 所以就是 真的不是說離題 不是說很遠 你回想一下 就是所謂 共享單車給大陸城門 當然是的 現在當主 他的complain 都不是不合理的 就是如果你的 所謂政府 或者公共資源的控制者 根本在設計上面 大設計 是除了私人 和公眾之外 是沒有一件東西 被你共享的 是 你的設計上 沒有共享資源 沒有所謂共享的 所謂基建 那我所有這些所謂共享 又掛去哪裏 沒有土壤 沒有被你掛 沒有被你生根 所以也許是 你自己私人事 在國家自作門前 說你做生意就做生意 不是做生意 是政府管債 沒有中間 一樣 但是最慘就是 香港人口 這麼密集的地方 更加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 所以是很 很諷刺 當人們住得這麼近 其實 問題就是 太近 本身都是一種張力 是近到你不想面對 劏房互之間 未必想互相認識 現在 你現在沒有了 你連公共屋邨 越起越小 然後那些所謂公共空間 譬如說 一個平台 一個公園 都沒有這些地方 讓大家去打牙膠 那些 你會想想 以前的公共屋邨 為何會給你們這麼大地方 去坐 乘梁 那些 其實就和你以前 一些村落 門口 自然村落 沒錯 那棵榕樹頭 大家坐在那裡 偷糧講鼓 所以英國人不是傻的 他設計公共屋邨的時候 公共的特性很強調 就是說你有很多公共空間 一起活動 因為你一個自然村落 就是這樣的 因為人類的特性就是這樣 他能夠接受這些 所以你會發覺 他有很多所謂配套設施 那些配套設施是怎樣用的 他不管你的 例如冬菇亭外 在外面 浪沙灰的地方 很多open area 你說龍蛇混雜 也好怎樣也好 他自己會形成的秩序 但他自然有一種秩序 他自己會形成的秩序 因為你通過人的互動 本身 他會找到一個平衡點 明白嗎 他會學習什麼叫公共生活 就是離開之後 還有守望相助 或者我有一個boundary 是怎樣的 問題是當你那個 所謂政府 或者公共資源控制者 是用設計上來割裂這件事 根本不承認有共同 公共生活這件事 例如說所有街市都賣給零錢 你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樣 即使是私人的事 你自己解決 再不是的 就是政府解決 你不要插手 所以變成有很多事情 你沒有辦法發展 就是設計上 根本不容許你的空間 所以你說什麼 就是公共共享 社區共享 那些事情 back to basic number one 社區人物家方式 你沒有了那種生活經驗 你就不可以再 將這件事 去運用在商業模式 令人認識這件事 那商人治港 就是這樣 他沒有公共概念 只有商業概念 這塊地 要是你的 要是我的 沒有中間的 那因為那些商人自己都 離開地 可能他們自己住在一間獨立屋 他們連鄰居都不太熟 你reflect到某些東西 很明顯 所以說 你純粹用商人治港的概念 私有產權概念的話 你不可能做到你的社區管理 那些back to basic 你不是真的離題 為什麼那些小朋友 那個法國仔 會分享法國 不太熟悉香港 可能他也不太清楚 甚至我們香港人自己也不太清楚 沒有什麼會議 是啊 OK 那剩下的時間 講開法國仔 法國仔 現在這次不只是法國仔 這麼簡單 有一個法國仔 是比楊過更加傳奇的 是啊 我不是看其他小說 是看法國總統大選 是啊 就是有一個 比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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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 原來是一個法國選舉 很過癮 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屆法國總統 最年輕的總統候選人 三十九歲 沒錯 四字頭都未到 但是極有可能會贏 因為上個 正星期日 首輪大選 就傳統大黨死了 是啊 左和右 沒有出兩個新政黨出來 其實都不新 Marine Le Pen那個 他父親以前 但是馬克龍那個 是新的 一年貨仔 是啊 其實他在國會 每一個議員都沒有 起碼Le Pen有兩個 有兩個議席 起碼Le Pen那個 National Front 就是 FN 他的 NF 叫做NF 其實發覺就是FN FN 其實他的所謂 右翼政黨 就是所謂本土 他在地區大選 先前是直接威脅過 執政黨 他好像不是贏了 過半數的票嗎 差點 差點 結果贏不到地區 原因是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出現了 就是當時 左翼 就是大聯盟 不計前年 一定要阻止 這個國民陣線 的候選人 當選 在地區選舉裡面 不是總統選舉 原因就是 會很大件事 地區選舉 有時候跟我們上次說 差不多 影響了那個莊腳 是啊 你的那個市 和鎮那個level 如果那個地盤 變成對家的話 你接下來的總統大選 就可以很嚴重 還有六月 都有一個選舉 這次其實是 next to neck 差不多是next to neck 大家不要這麼輕鬆 英俊 有機會贏一回事 問題的前提 你可以看一下 得票是甚麼加貨 就是說 傳統大黨 死鬼了 甚至有些 single digit的選票 很多人害怕 因為有五個 有一個好像九個 九個百分之 但是你會看回 這個帥哥 和阿姐 右翼 和左翼 得票率 不相差很遠 相差好像 一個百分之 兩個都是二十幾 一個二十三點幾 一個二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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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的 我當初看的時候 22對22 好像一個二十幾 一個二十幾 一個二十幾 因為最後點票 是二十三點頭 加一個二十幾 沒錯 雙差很少 大家不要放心得樂 以為英俊 這個情長浪子 一定是 他不浪子 我專一的 我專一的 由小到大都是那個 厲害 他娶了他MISS 大家不要太幻想 麻煩 各位中學生 不要追MISS 麻煩 除非你打算做總統 問題是 那個煩就煩了這件事 其實他們兩個 票數是很接近的 如果不是 因為那麼多人出來 拉搏票員 到底是否真的 會贏得到呢 不敢說 但其實現在民調 馬克龍是領先的 民調是領先的 跟著出來都說 有機會他會大贏 原因就是 對家基本盤出了 二十幾 比你去到三十幾 因為其實所有的人裡面 只有他一個 在法國人眼中 是極右的 另外那些全部都是偏中的 沒錯 有些像ABC 對 Anyone but But Marine Le Pen 所以變成 大家很明顯 已經說 有一部份 落選的候選人 已經開了開口牌 就說 我一定會過票 endorse這個 馬克龍 是的 這樣數出來的話 應該變成六四比 是 他會贏六成 那 Marine Le Pen 但是經過這個特朗普的經驗 我又會覺得 會很驚 支持這個 Lapang的人 其實他們未必夠膽 說 因為你說自己在法國 說自己是極右 或者支持極右 始終是 太孤 是有一定的 即是不會跟別人說 就好像你不會跟別人說 這就是Donald Trump 在美國去年 但是你會看到 Lapang做了一個 很過癮的小動作 不是小動作 其實是大動作 他剛剛宣佈了 我辭職不做這個國民陣線的 專心選舉 因為他想distance自己 不是distance那麼簡單 因為他說 如果他要代表全法國 就不是代表某個政黨 這個很過癮的動作 很少人看到在這個時候 會做這個動作 即是說 類似all in 差不多 就是說 他不單 第一他自己有信心 起碼 國民陣線那邊的票 他知道不會散 一定會留在那裡 那兩成多 會留在那裡 進攻營 他是說要拿其他票 而如果暗湧 那麽加科 因為我懂得聽法文 我可以看地方電話 發生什麼事 很多年輕人 是拜Lapang的 不出奇 不要以為 年輕人 一定會拜馬克龍 這個所謂程式 不是的 不一定的 其實你在歐洲 很多國家 越來越多 這些年輕人 是拜右翼的 好像奧地利 那些叫做 身份主義 就是identitarian 都是有一群這樣 非常之反伊斯蘭教 是 反歐盟 很多 十八至二五 所以越來越多 但很有趣的是 在選前的民調 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說 當大家問到 其實 因為在選舉之前 剛剛好 忘記是否 二十一號 有開槍事件 就有個法國警察死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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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件事 問人們 對於選舉的意向 有沒有改變 沒有 他們就說沒有 因為恐怖襲擊 對我來說 已經是一個生活的日常 習以為實 所以 對於 可能是 Islamophobia 這件事 是否有這麼大影響 未必 但是 對於 Anti-EU 這件事 反而可能會成為 爭量的因素 畢竟 就是說 Lepin為何可以放手一搏 告訴他 我退居後面 然後 我要 其實是要玩 跨黨派合作 他背後的 agenda 其實我要是大法國主義 法國優先 和特林可宜 對 法國優先 所以 Lepin的父親 就告訴他 喂 你罵得不夠金 你要再罵得金 所以 Lepin就開始不斷罵人 就不斷罵那些非大法國主義者 就說 你們 近乎罵到他賣國 類似 所以 你看一下 選區分佈 都是 MAP 這件事 就是那個文情 就是說 你是否沙昂沙再對 兩個警察會答應 不是 原因就是 兩邊的看法 都不會因為這件事 而改變 對於 所謂 右翼來講 這件事 只是reinforced 原本已經是 對於原本已經是大外國班 他覺得 這是其中一個casualty 他不覺得 本質上大改變 所以 基本上不會改 問題是 你看選區 很過癮的 如果你知道法國是什麽一回事 看選區 你會發覺 投給右翼那些 是全部在北面和東面的 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才知道 不是一些特分大的城市 很多都是small towns 除了一個地方 叫巴黎 是 投給馬克龍之外 其他差不多 全部北面和東面的省份 全部都被設立計劃 你看回那個社會經濟影響 你會知道什麽 因為北面是舊工業區 正正如果你看回巴黎先 那幾條大暴動 主要就是在巴黎北區 舊工業區出事就是這件事 所以為什麽反排外意識會這麽強 就是因為那裏受到外外移民影響最嚴重 同樣道理 東面為什麽這麽嚴重 你看看難民的移動 途徑 你已經知道什麽事 你第一次遇到border 全部都在法國東部 是這麽簡單 所以為什麽要反歐盟 反全球化 反精英主義 反移民的議題 為什麽會這麽多人受呢 就是因為 的而且很大部份 半個法國受影響 如果你看看地圖 半個法國受影響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這麽大安止意 說馬克龍會贏 你真的要靠賠票 真的要靠賠票 還有就是一個很過癮的 這個不確定 已經投了票給那些落選的候選人 會不會turn out他再投 選民是否真的完全聽你說的 如果你是窄界的 原本已經不投馬克龍的 會不會投 未必有投幾對家 他不投已經死了 他不投 他投白票已經死了 所以你表面上看 好像六四好像贏面大 你扣回兩成 他不一定大 還有另一方面 看回剛才說 除了歐盟的問題 亦是一個 就是一個 隱藏人的問題 除了 除了 這個 敘利亞之外 其實法國很多移民都在北非 那裏 那裏 他們太多所謂的 亦是沒有固定的身份 那些是沒有 沒有一個很固定的身份 沒有其他人 然後你就放任他們 在街頭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包括很多治安的問題 或者黑工之類 可能影響到他的生計 影響到他的性 你說那些 所謂的左翼分子 雖然未至於中門大開 但是都說 我幫你轉正的身份 給你一個很有尊嚴的活著 給你一份很優勢的工作 兼容主義 兼容主義 他們共和國主義是這樣的 法式的共和是這樣的 各種沒有discrimination 大家大愛包容的精神 但是問題就是 你始終不可能繼續去中門大開 對於這件事情而言 那究竟馬克龍是否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不可能 即使Lapen不能上去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Honey Moon會很短 這不是今時今日的事情 是日積月來做很久 那Lapen可以突然間 贏到這麼多Vers 都是冰封三尺 冰封三尺 冰封三尺 有一個名字 它叫SDF SON DOMISIL FIX 即是Without FIX DOMISIL 即是沒有居住 其實不要以為法國佬大學都這麼緊 因為法國佬住過 知道什麼事 你以為這麼簡單 其實居民的登記 你是要以為一張卡的成就 卡的成就 你不要以為這麼少一件事 因為其實法國佬 未必每個人都有護照 很習慣一件事 法國佬未必每個人都有護照 尤其是歐盟統一之後 沒有波打 在神根公約的範圍 活動就可以了 對 整個歐洲到處走 以前可能去德國 你都還要拿護照 現在沒有這回事 自從馬城條約之後 再演變什麼加科呢 其實你看看法國 原本本地的治安管理 它每一個居民都要拿一張居民住址 為什麼 那張卡很過癮 有很多相關的東西 都是同樣卡有關 例如看醫生 你不是拿護照 不是拿身份證 它沒有所謂的身份證這個概念 但它有一個叫卡的成就 等於身份證 即是等於美國人 有安全號碼 類似這樣 但它是地方的警察局去管 很過癮 所以你說法國共和的主意 就是任你平權 尤其是適合一半 因為法國其實阻加得來 都很共產 它管得很嚴重 很協調 它其實有很多 你以為很liberal的東西 但其實管得很仔細 包括當年 我 要看電視 其實我都是非法的 現在拘捕我很大 過了20年拘捕不到 因為法國它收很重稅 電視是要收稅的 即是你擁有電視是要收稅的 大波電器是免費的 頂你這個費 神經病 任你看 但你擁有電視 它是要收一個license fee 那如果要抓你這班人 不交電視牌費呢 你猜不到你怎麼抓 你猜不到你這麼瘋 法國佬 它真的有警車巡邏 是有天使在掃 因為你交了牌費之後 你就有一個很過癮的機器 就在電視上 你接收電視訊號的時候 他就知道你開了電視 他就知道你開了電視 就知道你是不是有牌的了 都沒有牌的 就上來找你 就像Big Brothers Watching 一模一樣的 你猜不到這麼瘋 它是有這些東西的 你說三十年前 其實法國本身的微管理 是去到這個地步 差不多連戶籍管理都有 電視管理都一樣會有 所以你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很開放 不是常理解那件事 他有他的社會秩序的概念 你都是人權平等 問題就是 有些人管 所謂法外管不了的東西 例如SDF那班 你可以隨便睡 因為你又不要福利 你不要了福利先 你又不要了任何社會保障主義處女 你棄權 你不是在系統上 自親自滅 你是自由的 他不會特意迫害你 問題是你等於無證人員 無證人員的情況下 其實對他的治安都嚴重很大影響 你去法國南部那些 當時去過尼斯 尼斯就是前年還是去年 有人撞死了幾個人 在那裡尼斯 發覺南部很多地方 你以為是衛南海岸那麼漂亮 其實那個 那個 那陌生是很大的 陌生是很嚴重的 這裏有些很漂亮的屋 但你一落到山的時候 整個街都是很多震災的 正正就是那邊是北非移民 最先遲到的地方 在那裡上岸 馬賽簡直是三不管 黑幫地大 最多其實馬賽最多 這個 Homicide rate最高 他殺率最高 是啊 是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看上來 那個不覺得一回事 但是你住過在法國 你就知道要領教過 真的有少少人間地獄 我有個朋友差不多想過 移民離開的了 他是很早移民去法國 做畫家 很幸福的 不過最慘 他的家就在巴黎北區 他真是人人自危 怕連命都沒有 有什麼暴動來上來的話 就是你根本追不到 那些人去追究 流氓的你怎麼搞 好恐怖 巴黎你都會覺得 所以不要以為 帥仔情勝 你真是個個喜歡就比 他感情上 他贏 不過 反過來 你身在法國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發覺 那個地緣政治 就是這個 你看看分佈 法國差不多 你可以打一個斜軸分開 這個東北去到西南 打一個斜軸分開 你試試 那半其實 是Nepan的票倉 因為它是worse hit 反過來 你真是很郊區那些 沒有什麼外勞 反而很放鬆 那些 就是波多 那些地方 轉移事件 反而就會 投給馬克龍 他依然可以相信 你那個法國 好像Edward所說 還有很多人相信 法國那套自由 平等 人權 那套 還要相信 不過 它不是hit by 那個Immigration Wave 另外就是 我剛剛 昨晚看了一個 一個澳洲很出名的 時事雜誌 叫Dateline SBS 他就說起法國最貧窮的一個地方 叫Denang Denang 他就訪問一下那裡的人 因為那裡是Marine Le Pen 對他來說是一個探而針 那一個地方就是 很高的失業率 很高的犯罪率 退換拜雅 很多回教的人 其實他們已經是三四代在那裡 摩洛哥人 但問題就是 可能那裡有些人找不到工作 很多時候 就好像很多人 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 就是 他們要找人去blame 就是我要找一個人去做 跟川普一樣 川普一樣 川普就是找一個人去做scapegold 去找一個人去進去 就插他 對他 去團結那些人 你問他 當時訪問過一個 是想在那裡設置了辦公室 是National Front 想大選6月這樣 那他問他 他訪問他 那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 究竟如果 發覺這樣下去 你覺得有什麼 一些 政策上的 可以改善到這個國家呢 那個女人就是說 你問一下Marine Le Pen 我不知道 講得明白的 是啊 講得明白的 就好像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又是那種 我們要令法國好一點 我不知道怎樣好法 總之 不像現在這樣 總之有些人搞壞了我們的國家 要是民粹主義 是 但是 你在他的情況下 其實你都是 有與無路數 是啊 他都不可以 都不知道可以出來 已經很絕望 因為其實你的社會 就是搞到今時今日 對他們來說 就是說 很多這些 左翼的政權 就算怎樣大外包容 怎樣 Egalitarian 這些小鎮 都仍然發展不到 退回賣眼 很多人很慘 其實就是等於美國的特朗普 其實是全世界很多國家 你的Russ Belt 你的Russ Belt 就是投給特朗普 你的瘦大區 為什麼一鑊足 就是當大家以為是 那些貧府大眾 應該是左一點 應該是同意 應該是同意 會同意 Hillary 那些 支持小中 支持草根 支持那些 支持是草根 還有奧巴馬care 那些根本上是 益利小中 誰知道原來不是 是 轉一轉頭就覺得 瘋子 你沒有給我 因為你執政奧巴馬 你執政八年 我都沒有改善到 好像有些人 可能你殺Cose 到Horlan 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一直這樣窮下去 對他們來說 不如我進地一步 又是那種感覺 進地一步 我覺得是Lithian 搞到這樣的 我不管 總之我會投… 很迷惑 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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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馬克羅是否扭轉到 我不敢說 有多大號召力 其實不敢說 老實說 所以Arily剛才 已經提到這件事情 都挺全球化的 不光是歐洲 是啊 你那個年輕的世代 反全球化 反精英 以及高度維護本土利益優勢 所以不要怪港獨不港獨 其實都是那句 本土優先 都是同樣的東西 這個 所以 所以 見微知著 你看地球的第二面 不要以為是那麼陌生 同樣道理 這邊發生著類似的事情 但我也是很有趣 你先說 小公子 和Eddie 因為我就是想起 其實我昨天看這個 這個 我第一件事想起 其實香港 都是有這件事情 但我們香港 不會分 所謂的左右 即是本土主義 香港不會被人說是極有的 雖然在某些網台界 會在笑別人是法西斯 但不是真的那樣 但不同就是 人家在歐洲那種零左密右 是因為二戰之後 我們很怕法西斯主義 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那種左 香港那種零左密右 就是我要親建制 我要親黨 我要愛黨 我要將香港融入去 黨管治下的祖國 香港和歐洲 很不同 我覺得這件事 香港和歐洲 但其實有一個主線 或者基本的概念 是沒錯的 第一 它反全球化 反精英 這個是真的 但不同 法國是自主地去 加入歐盟 如果他們可以用選票 他們也用選票證明了 可以堆倒了傳統兩個黨的 這個選票 這個就是 其實某程度上 就算民主是多醜 都看到民主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可以 用選票改變到一些東西 但他們可以用選票 也可以改變到 我們要退出 這個歐盟 就像英國那樣 但我們香港不行 我們不是自己想投入去 早前的懷抱 有些人幫我們談了 到現在想知道 所以香港那種反精英 是很過癮的 所以這個主線是沒錯 反精英不單止 只是反你建制派的既得利益者 反了另外一種精英 反了民主回歸派 因為我們沒有選票 在拆大台 不是沒有選票那麼簡單 就是有沒有人意識到自己的危機 是什麼家科 就是其實 你對年輕人也好 新的那個世代的選民也好 都在代表什麼家科 所以今天很過癮的 另一個標題出了 有個小題說 有一本書被人摸到狗彩 真本土 即笑 有本土嗎 真本土 咦 咦 有傢伙成屈的 第一個名字 就是剛剛提過的湯家驊 然後最好笑的就是有鄭志文 Exactly 你說你是真本土 代表香港敵沙漢 到底你明不明人家 新世代反精英 反的是什麼精英 不要以為既得利益那些上層的資本家 而是說你claim你代表香港人 但是香港的年輕人 不認為你代表他那些精英 拆大台就是這樣 其實不一樣的 那你不是就是 當年這個親中建制 都會搶這個所謂本土招牌的時候 他搶招牌的 即是由鍾樹根 要本土不要分離 到今時今日 現在說真本土 真本土 問題是你改變不了任何東西 他們不明白自己實在 所謂代表那些什麼價貨 這些最拿命 所以你看法國也好 即是半個地球以外 美國也好已經出現了 英國也在臨出來 隨時又爆煲 就是在於你所謂反傳統快也好 反正 其實那個主軸 是反過來看的 是什麼叫本土優先 如何認識叫本土 你自保 那這些是一些政治上的理念來的 某程度上最歸根究底 當你是一個民主社會 一定會有一些 你的政治上的價值 才去驅使你有時候 你有價值 對 你有價值 但香港人的價值在哪 上次特首選舉 我看到那個價值 就是未必是民主自由 滴汗汗 未必是民主自由 這樣東西是呼之欲出 就會看得到 法國那一個大選 讓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別人緊張的東西 不同的就是別人起碼有一個語言 就是我有一個政治上的論述價值 究竟我看的跟你有什麼不同 我的價值觀跟你有什麼不同 我是pro EU 或者是anti EU 但香港未必是 香港就是究竟我是想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還是繼續喝我的紅酒 吃我的美食 繼續去找我的生活 這些不是政治上的價值 沒錯 不是一種訴求 我想做一隻很舒服的豬 不想用腦 這個不是一種政治訴求 這個不是 人家是高了一層 得罪點說句 另一層 人家想的東西是深了一點 不是那麼低層次 就是馬斯洛需求三角 已經過了生物層面 生物層面 去了Self-Esteem的位置 就是那句 其實香港經常有人說 命運自決 法國已經有可以命運自決 他可以供籌也好 他的籌票也好 他可以供籌也好 他可以供籌也好 其實我又覺得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其實比起美國 法國這種民主更厲害了 就是美國跳脫不了共和黨 和民主黨 但是你法國這次我覺得很厲害 政黨也不要 就是我們澳洲也做不到 就是 但是對L塌了 你荷蘭那邊的人 或者你執政黨 或者你是共和黨 Republican那些人 那些人 整兩個 完全一個 沒有黨 沒有任何議會議員的人 你覺得兩個 厲害 我覺得真的厲害 你有決心 這些人民 法國人一向都比較激 我們講到政治的東西 他們當年皇帝的頭都斬了下來 你怎麼比較 所以他們是夠膽做這件事的 但是結果如何 我不敢說 的而且不是大家想像中 那麼風平浪靜 因為的而且 你發現地圖 地緣政治是開了一半的 亦都是在投票上顯示出來 你們兩個所謂的代表人物 即使大家不要所有的東西之後 基本盤是一樣的 這個才重要 基本盤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再去拿回來 那個marginal的票 是相差多少呢 是有一個很過癮的 就是 第一 馬克龍是否真的 這麼便宜 讓人過票給他 先 那些人 一數不到之後 可能真的白票不投的 喂 你都是二十多 你怎麼辦 第二件事 Lupin那邊 現在很明顯 他已經說 我不受 National Front的限制 是 我不受黨的限制 我面向全法國 然後就好像特朗普一樣 拼命在罵你的祖宗十八代 是在擊你的人出來投票 是 明白嗎 最有motivation去投票的是什麼人 就是那些弱勢的群 就是那些所謂的遊役 明白嗎 所以我不覺得真的風平浪靜 滴汗 所以其實就是那句了 香港這些新世代 能不能玩這麼極 現在都很難說 看看那些官司 官司先看看 今天最新的官司已經看了 下集回來 可能已經有部分有結果了 不知道下集回來 應該沒那麼快 應該沒那麼快 下集回來 可能下集回來 新的事情發生 可能下集回來 有的人被人告 有的人被告 有的人被告 等新聞 暫時我們不預報了 今天就說今晚時間到 OK 多謝各位 多謝Aber來分享 希望早一點 展示一下樣子出鏡頭 你肯定的話 不要自信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